用 Blind Pink 已經選好了 其實我覺得這次比賽中蠻重要的 尤其是當你的對手有很多角色可以使用的時候 其實他鐵拳也算蠻長線的 畢竟有多角玩家很多 那對於一些對決上的來講的話 他們會選擇盲選 對於自己來講比較安全 不會被對手所對應到 對 如果說對手會用的角色 剛好有一些是可以針對你這個角色 發揮出比較多優勢的話 那其實就會有差別 而且如果沒有盲選就可以看到很尷尬的情況 是我針在這個角色你會針另外一個 我針另外一個角色你又針回來這個 就會變成無限的跳探狗 這樣子 那這邊已經決定好了 這邊選擇的是龍樂公園 龍樂公園這個場地 今天出現率蠻低的 好 兩邊要開局了 封個牆 好 這邊 機師也開始機器 這邊開場其實做的蠻好的 我覺得機師這個部分蠻還原的 好 這邊開局 喔 開局 喔 開局先被踢到一個counter 好 頂開下段 弓弓弓 打空陣 非常漂亮 好 有了 有了 有事物必殺技沒有轉出來喔 稍微可惜了一點 哇 下段有打到 通話直接過去做中下折 直接把他帶走 開局 又再踢個counter 感覺這邊幾兩位開局很想動喔 哇 這瘋全瘋到了 好 跳進門踢到 好 這邊爆了 好 鮮花氣 有 有 有 機師的速滿了 喔 這個合體漂亮 哎呀 沒有追加到 好 這邊有了 爆擊連段 散彈彈 喔 可能剛好帶走 哇 這傷害非常漂亮 Double Rebrew can做結尾 這有點可惜喔 剛剛那個追加沒有出來 結果反而給了DL一個機會 剛才措斥一個小機會 不過沒有關係 可惜 這邊目前還是屬一個持平的裝在寫 即使沒有氣 他應該要掌握一下這個氣空 扣號這邊得想一下 要怎麼結果 喔 漂亮 非常漂亮 躲過了氣空 角落壓距處 直接空中跳過了這個裂風拳 可惜 剛才那個下段沒有做好確反 好 帶一個 可惜改一下 衛著 這邊賴床賴很久很趕 有點危險 哇 這邊被打到康德 漂亮 哇 居然按了極器喔 按了極器阿 調一下性 喔 有了 這邊爆氣連段 好 到角落 這個似乎是距離有一點沒有算好喔 對 剛才感覺是想要跳背喔 不是 他是要利用他高碰牆的時候 直接從跳腳開始接阿 從這個跳中腳這個動作開始接連段的話 傷害非常大 可惜剛才距離不太好 沒有算多喔 兩個下段 也是帶走的頭號 來到第一盤的尾燈 好 這邊有 確認好 直接爆去連段 喔 這一次位置對了 對 這個就很痛了 哇 下段 Stand up 好 有一條漆了 我們迪昂歸了 感覺他的優勢值費 還好吧 這一個怎麼一回事阿 又沒有解摔 哇 下段 這一個其實非常有運氣成分在喔 這是一個近距離擋住一個大下段 本來要做一個確反 結果第一下踢到第二下居然 漏空阿 這個實在是非常妙的情況 有點像運氣不太好阿 對 這可能是比較特定的情況 有些角色在出完招之後 他人在畫面上 其實是有被稍微往後推的 這時候受到攻擊的時候呢 角色會分開得比 你預想之後要更多 剛剛就是發生這樣的狀況阿 對 好 這邊是一個山上的地形 那這個地形是稍微比較屬於狹小的嗎 這個就是標準的比較圓形的場地 標準圓形的場地 沒有特別小 其實它跟龍巢是同樣的size 只是換一個背景換一個時間 對 換了一個背景而已 對 這兩個場地可以說是一樣的也沒有問題 本局沒有換 OK 這邊開局 喔 兩邊都空這一下有點抖 因為看到中鋸的部分 空話其實還蠻常用瓦區喔 來佈局的 好 這兩下點到了 這邊感覺迪亞昂貴是稍微比較衝一點喔 所以這邊空好像有點招架不住 好 這邊繼續有一個去了 Dank Eken 立康 Stand up 哇 剛好帶頭 這場漂亮 再帶一個過來 有 爆氣連斷 這邊還沒有很痛 怎麼辦 哇 這邊點到了 點了一下下段 連續的橫移動左腳 哇 漂亮 漂亮 這邊壓制力給的很夠喔 已經中段的威脅喔 剛剛兩次都避崩了 只是讓CoreHard蹲不下去的有一個感覺 剛剛CoreHard真的是不太感動阿 哇 漂亮這個橫移 這是有特別針對過對策的喔 其實機師的這個中下者呢 保羅不用被折 他只要在那個時機 放出腹育的話 中下者都不會中 這是一個一定有研究過的對策 沒有 我這一定是有特別針對機師研究的對策 又想使用腹育來躲招喔 但是沒有成功 好 喔 波加段漂亮 反應很快 我們這血量的差距有沒有辦法打回來呢 這等一下 機師這邊還是很可怕 並且跳起來都很顯狀態 喔 下段點刀 該怎麼辦 哇 這是一個疾風阿 直接把地用檔案射成外 直接把你推出去 我開局想要再拖一個 但這邊CoreHard選擇步動了 1 2 1 2 好 有了 倒氣 可惜這位直接被保羅抓到機會 哇 下段踢到 康德育 攻拳 好 這邊衝過去打 左邊這我讓石頭被解開 喔 這邊解開了 哇 這個橫一點很漂亮 哇 它這個 這個版本線真的是非常強 它富裕整個人偏到了機師的後方阿 對 移動範圍就變得非常大阿 重點是它移動完之後 它追尾的攻擊效果就非常強阿 其實不會漏 這邊帶進角落 走圈 走圈 一開始想要刷咬但被點掉了 好 這邊再打一次 這邊有一條氣喔 感覺T-O-Gray 它的攻擊要來了 哇 還是富裕阿 對 還是富裕 用富裕來化解 很多危機喔 你看到 摳化選手 摳化選手臉上露出了 笑容 小笑容 來 想笑一下 吃我一個富裕 好 它這邊看起來 要更換角色嗎 可能再問一下 喔 再問一下對策 我們在比賽中其實有安排一分鐘的教練時間 這選手是可以自由利用的 所謂的軍師 會不會更換角色呢 雙方現在在選擇 雙方還在選擇 不確定 我們聽到聲音喔 選擇的JACK7 對 換了一個捷克7 看來想要打距離優勢喔 喔 說真的捷克也是原本他使用的角色 對 是後來這個版本之後 他才更換成祭司的 之前他參加比賽都是使用捷克比較多 好 好 這邊 捷克要對上保羅啊 對啊 是一個岩漿的地形 好 那這邊雙方差不多啦 喝個水 省水省水 這邊開局動畫 不過這一局的話就要看 這個 DionGray的捷克7 要怎麼搬回一層喔 但是他是不是能夠利用 偷畫對他的捷克不熟悉這個優勢呢 來擊敗他 有點困難喔 感覺上動了一下 有了 帶進角落 很痛 再翻過來 把我這邊 感覺也是打得 比較激進一點 原兵 捷克的射程還是比較長喔 如果 照進的話 其實你會被勾選勾到 哇 解摔兩次都解到 喔 跳T 有 非常漂亮 哇 直接RD崩結尾 RD帥一下 開局喔 下段有 有 有 這第二下Counter Counter 漂亮 喔 這邊直接起身體 哇 下段 這邊有 這邊已經出角落了 所以保羅的壓制可能 有點掉了 哇 這邊被舉上去了 有點不太妙 接近牆壁 哇 連續兩下都防得很好 哇 中間被插了一下喔 所以這邊可能有點盾掉了 不過我覺得剛剛最大的問題 還是龍王P掌之後 兩個角色互換喔 反而 扣化給了自己很大壓力 對 原本是有優勢的 欸 這邊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這邊再 滿地樣不會帶進角落 有了 追蹤 哇喔 這Function可痛的 沒想到居然優先來到 賽點是 扣化 對 這邊PYON GREAT 該怎麼辦 現在先把 扣化帶進角落 下段點一下 哇 這個槍殺 PYON GREAT很賺 好 連續三下 這邊要怎麼辦呢 哇 可惜了 雖然伏襲器打到 但是也沒血量 雙方賽點 雙方賽點 哇 大下段 直接打他 喔 撥得漂亮 先撥 搬運到角落 點一下 哇 這下段有打到 喔 追擊 哇 恭喜兩位 哇 最後果然還是搬回一層